跟你們在下面聊天的時候 我想說 帶個二、三十萬 就先過去那邊火印 不管是印尼、越南 或者是泰國、曼谷 這三個市場 我覺得都很值得 直接去那邊體驗當地的生活 所以你們再去三個月 你就算批一批 我拿十萬塊錢 想辦法在當地賣掉 我覺得你都會有那個 在當地做生意的感覺 那等一下我講的所有東西 你就會多經驗一邊 那我今天 主要會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關於我自己的背景 那可能讓大家對我稍微有點疑定 所以也可能去想一下 我這些經驗裡面 為什麼 思考的邏輯或角度 就是從這些角度去切入 那第二個部分是 東南亞國鞋的電商產業 非人才市場 那第三個是在泰國鞋的電子商務品牌的 學內 對 這個是我 我是東北法律職業的 那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以前的那個 紅機器 就是做麻將的工作 那做遊戲體驗 做音樂 對 那 比如說我上過的遊戲是 二十一點 跟減黃點 然後 的周路 那些棋牌 K就K 但是它很賺錢 這種產業很賺錢 只是它的 reputation image 不太好 因為跟賭博有一些關係 但是這間公司很賺錢 對 然後我09年出去 英國念了我們今天 那回來11年到現在 我就都是在PC化 那我在PC用的前四年 是做網站設計 那個時候沒有 沒有現在這麼多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叫 User Interface Design 沒有User Experience Design 我們就是網站企劃 那到最後14年 用過最新進的 我在規劃 博士HRP 做Pototype的HRP 那之後更新的我就沒有通過 那15年初 我代表PC化 到泰國 成立PC化 Hiland這家公司 那我過去的時候是一個人 那我在今年六月回來的時候 這間公司大概是 台灣加泰國大概是 三四個人的規模 那總共有涵集的team 就是 當地的corporate secretary 是要幫我跟政府溝通的team 然後Business Development Marketing 這三個區域在台國 在台灣的是 網站企劃 跟R&D 這兩個區域 對 然後現在去年 07年6月我回到台灣 幫整個集團做 國資人關係 因為PZone Group 裡面有兩間上閨公司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是 跟香港跟新加坡 跟一些基金經營人做溝通 跟他們講講我們過去一兩季 PZone集團的財務報名 我們去年 17年第三季 首次虧損 大家都有看到報紙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解釋很多 然後 或者是說 未來 一兩年 要跟這些投資人 潛在投資人 潛在投資人 或者是 寄存投資人 解釋我們未來的展望 好 我這樣講大家都知道 我們不太懂 知道自己 好 這是我的基本介紹 那我第二個 接下來會講 東南亞的電子商品 我在 我人在曼谷的時候 我整個東南亞 背了 越南的不知名 馬尼拉 背這邊的馬尼拉 還有新加坡 這三個國家 那這三個國家裡面 其實每一個面向都不一樣 那 我必須要說 東南亞 阿西亞 這十一個會員國裡面 其實它是十一個 經濟體 文化 社會 做生意的方式 政府 它跟中國一個 十三億人口的市場 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 所謂的南向政策 沒有 沒有 一個寄存的模式 可以供進6.2億人的阿西亞 只有 你能夠 到底是要先去採 印尼的2.6億人 還是Value in的1億人 你沒有 同樣一套策略 可以進 公司拿到6.2億人的市場 這是 大前提 這個是東南亞 我曾經關注過 就是我們的 Market Research Team裡面 做過的 Research 這個 整個 東南亞國家 有一條 人均 比黑條還要好 那個國家叫做 穩蘭 可是穩蘭的 它是標準化 它的離散太 太 離散度太大 不值得考慮 好 這個東西 是東南亞國家 六個國家的人均GDP 最高的是新加坡 第二高的是 台灣 第三是馬來西亞 所以很多台商 想要出國做生意 或是做電子商務 第一比如說 我先找華人多的 中文會同的 英文會同的 新馬 每一個人都同樣的 形態 PC或是同樣的形態 我們在過去五年 過去十年 整個集團都一直以為 第一個市場 可是馬來西亞 但是後來在太子 那時候台灣真的還沒有做南鄉 所以這一張東西 是讓大家有個 到底這幾個國家 有多用 這是人均喔 這不是總理財子 所以是 越南 菲律賓跟印尼 是稍微比較靠後的 那大家手上可以花的錢 其實沒有那麼多 這一點要記住 第二個 做電子商 網路要快 這個是台灣的手 新生在趟 顏色越深表示 市區速度越快 我們再接下來看一下其他 只有新加坡 整個國家 都受盛 菲律賓 只有馬里亞附近 有市區 印尼 這張九點過時 印尼在 17年的第二季 在雅加達附近 就已經有那個市區了 然後 泰國的市區是相對 相對進步的 在這六個國家裡面 越南 也是到16年第四季才有 所以我們台灣在做 我們台灣在做 我們台灣在做 整個工協的政策的時候 尤其是 大家都要新創 大家都要電商 啊 這種網路速度怎麼變 也不起來 但是令人值得期待的是 獨角臭 電商裡面 獨角臭 台灣 PTOM的市值 曾經達到十億美金 現在沒有 因為這半年 股價比太多 但是這幾家公司 都是衛昌市區 全部都市值超過十億美金 他們的主要的市場 都在同行 那是阿拉大家知道 最近被那個 16年4月第一次被 阿里巴巴收購 然後去年17年的第三季 再被注資十億美金 增持到83%的部分 GOJAX跟TOKOPELIA 是兩支在印尼 以印尼市場為主 而且不會趴出印尼的兩支獨角獸 GOJAX做 摩托車載龍的生意 TOKOPELIA就是做淘寶的生意 所以淘寶也在 阿里巴巴也在17年去年的8月 注資了11億美金 相當於330億台幣的金額 在TOKOPELIA身上 只交換了部分的銀權 那就表示他們的估值 不是11億美金 不是11億美金而已 GRAP是在東南亞六個國家都有做 技能課 基本上Uber的 在東南亞是建的任務 但是他們沒有建台灣 他有 淡馬旗 新加坡政府的基金 跟馬來西亞主權基金 在裡面 我在做這張Style的時候 他還叫Galina Shopee的母公司 但是現在Shopee的母公司 但是現在Shopee的母公司 在17年的10月 已經在紐約證交所正式上市 呃 全名叫做SEA 那這是東南亞幾間 非常大的 裡面享受 大家想要清楚 缺錢 這個是東南亞的新年報 跟電子商務 或是Internet相關產業 募資的狀況 其實頂峰 為什麼從2012年開始頂峰 2012年是Lazada Lazada那個時候還是 德國 The Rock Internet 就是Fu Panda的母公司 2012年的時候 Lazada還是 The Rock Internet下面的 也是 這個加速器下面的一個project而已 所以2012年 Lazada第一次進入東寫六個國家 同時營運的時候 他們他自己稱作 東協裡面的Amazon 因為他們所有的商品 都是要進自己的倉庫 做Direct Sales模式 但是在2013年的時候 他們就做不起來 因為東南亞的成本實在太重了 所以他們也開始做 有點類似淘寶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時候 整年度的 有拿到資金 投入新創的成交數跟金額 金額不是 成交數是達到頂峰 但是2015年之後就開始往下滑 其實2017年的狀況更慘 那 我們其實從資金的角度來看 他有點像是 整個東南亞的狀況 有點像是1999 我不知道大家明記怎麼知道 19992000年那個時候 科技泡沫的狀況 但是因為這幾年 總體經濟的QE的關係 所以整個市場上面的錢太多 所以他泡沫要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才會跑掉 這是我們自己個人的看法 大家最近在商業中 和所有的總體都覺得 東南亞真是一個美好的地方 先來給大家幾個殘酷的事情 謝謝 我現在列的這些所有的公司 大家都有聽過的 都已經在東南亞 是一家 澳洲投資 也是在東南亞六個國家 做類似 Lazada一樣的生意 16年的時候 這個很在 Lazada還在 10億美金 日本樂天 日本樂天在泰國 曾經投資過一間叫 Dalada Khan的公司 他也是做樂天的模式 然後 Dalada Khan的 owner 是泰國的電子商務協會主席 14年來過台灣做過兩次的演講 然後 Rakuten也在16年 第四季 宣布全面推出東南亞六個國家的生意 因為做不起來 K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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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做 馬來西亞的公司 做 健身房 聯合健身房的test 就是我用KFIT 會員我獎金給KFIT 我同時可以去健身工廠上A課 去World Gym上B 一腳臉的客 在台灣 到了 所以 然後 Zalora 大家很愛嗎 Zalora在泰國 菲律賓 印尼 分別賣給了當地最大的零售賞 在泰國賣給ZP 在菲律賓賣給阿雅拉 阿雅拉 這個組合 然後在 印尼應該是賣給Saleem 這個組合 但他們都是各個國家最大的零售業者 Eleven Street Eleven Street Eleven Street的Founder 前身是韓國G-Market 的一間公司 它是Baked out by韓國 第二大 第三大最大的電信商 叫做SKFANET 他們最大的是馬來西亞 印尼跟泰國 這三個地方 現在都在找 賣家 要求售 他們在2016年 進泰國的時候 兩個月花了兩億泰銖 做行銷 請張跟索蘭做代言 但是一年 營運不到一年 2017年 已經就 勇要求售的消息出來 這是整個泰國 或者是東行的電子商務 資本變動的狀況 資本規模大 變動性高 人臺戰 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其實是在東南亞 要做電子商務 或創意 必須要去理解到的三個東西 人才戰的部分 我們會在想裡面 人才市場 以前我們大家 台灣過去三個 都是偶爾起家 那大家都 南向西進 都是為了找更低的人力成本 的確 泰國現在的人力成本 剛畢業的人力成本 或是 operator的人力成本 比台灣低 但是就電子商務產業 或者是你要再賣 胡志明 馬尼拉 新加坡 要找的話 新加坡不需要 這三個地方 起薪都與台灣低 但是每一年要求的 找服務 會比較像十年前的中國 年均調薪 10%是基本 所以 大家可以下去 中南亞 10% 多久沒有超過10% 在東南亞的 人才 就如我剛所說 其實我只能像泰國的人力 那 其他國家的人才 就能成為一個國家 都不一樣 或許 給大家一個音樂訊息的對照 比如說 像維基 我以前說我在泰國的朋友 他昨天才跟我說 他要 來來來 但聽過我講 其實他是真正的創業者 我是拿其次用的軍事 跟開店公司 他是拿自己的錢 跟開店公司 但是他不是做電子艙 所以大家個性 會有 有些不一樣 但是經歷過的人才 這件事情 在泰國 不管是做電子艙 或者是做 工廠 等等開店 你會遇到的競爭 的狀況 實際狀況是 日本公司開的價錢 薪水很低 台灣貨公司開的薪水很低 美國公司更多 中國公司更多 中國公司更多 那我們斷了很多人 我們也有機會 這是一個現實 泰國的大學畢業生 如果在曼谷 起薪大概一萬六千塊 太不舒服 到一萬八千塊 太不舒服 大概是 就除以1.1 就是太不舒服 好一點的大學 前三所大學 台清交兩萬到兩萬五 有人請 但是要必須要注意的是 泰國的前三所大學 他們不是 台灣聯考制度跑進去 他們是 從小就必須要有家交 在那邊交的時候 才進去 所以我用過所有前三所大學 不管是面試過 或是用過的 應屆畢業生 百分之九十五上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家裡都有分的畢業生 他都會很明白地跟你說 電子商務在泰國或是東南亞 是一個趨勢 我來就是要學 薪水 請看著辦 因為我是 他們的英文 都不用 都是native speaker 他都21歲 然後 我學兩年 我就要回家幫我講法事 你不用我 Lanzara會用 你不用我 Ebay會用 那你也會用 那很常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 這件事情是 但是這個狀況在電子商務產業 特別有 因為 電子商務產業 第一批在泰國的人才 就是2012年 Lanzara 進去泰國的時候 開始從前三所大學 的應屆畢業生 開始招進來 用西方式的訓練方式 讓你每一個 遠風每攻 就每天畫那個 編圖 編到可以創架的程度 那他們會教你 所以他們就是用很大批 高於當時 大學畢業生的薪酸 但是相對於西方 資本的薪酸 去訓練出一批人才 所以你在 如果 不是出過國 在泰國裡面 不是你出過國流過血 或者是從小 被送到國外傳 電子商務人才 在我去泰國的 2015年的時候 最長的經驗 最多30到40年 沒有 但是台灣已經有至少20年 你可以看到現在第一批 比如說 大家同事 他就已經 好像六十幾歲 泰國沒有這種事情 泰國沒有六十幾歲的電子商務人才 沒有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在座大家 有多少人是想要去 東協合作 有多少人是想要去東協刷 這幾個地方是 幾個面向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東協的 所有e-commerce相關 英文必備 一定要念英文美的 上面幾個 Take in Asia Take Chrome e-commerce I2 Horbes Horbes 其他三個都是新加坡的 Take Me 大家有 每次可以把他們讀過快訊 或者是直接在 Instagram 或Facebook上面 關注他 因為每天自己會 send很多訊息出來 然後 語言 英文 必備 中文 是 加分 東奈牙 當地語言 去了可口 但是你要先去 在台灣不用學 就 去了 你就會發現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個人在曼谷前三個月 只會講 我三餐都是吃泰式炒飯 因為我只會找骨子 那 你想要吃多吃點 你就會看得去 吃不飽你就會看得去 你在台灣怎麼寄都沒有 這個是厲害的 第三個是外商很多人 而且他們在泰國的外商是真的外商 或是像台灣很多 Lokola是以後的外商 所謂真的外商是 它的親自水準是跟新加坡一樣的 比如說我知道 Agoda是比較少數 黑康德的泰國的外商電子商務品牌 他們起一個PM 稍微senior一點 大概五年到八年的PM 起薪應該是250萬台座到300萬台座 所以如果你畢業 所以如果你畢業22歲就很專心 立定志向 專心研究各種 user experience design工具 以及精通一些程式語言 你可能28歲30歲 你就是拿250萬到300萬台座的年輕 在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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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泰國人的優勢是什麼 你會講中文 你會講英文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也是去泰國之後 才覺得台灣所有的人才 我們從不輸任何東西的國家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Riven 會在 我跟Riven是在越南人世的 那 我當時第一句跟他講一次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在台灣只要工作過三年到五年的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能夠在東南亞 立一個三到五年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在泰島中 台灣人真的很會做 台灣人真的很會說 但是他不太會講自己的東西 泰國人不會說 泰國人什麼東西都講很漂亮 對 大家要小心 對 但是我覺得這是文化差異 這個不是他們故意講 就像中國我們以前也會說 中國的人他有 一分 講三分 講五分 但是他後面還是會繼續 不免不休的繼續再做 他可能 有兩分的時候講六分 有三分的時候講七分 但是當整個 民族或是國家的 勞動力都是這樣子的泰國時動 整個國家一定是被往前推 但台灣人永遠是做十分 因為謙遜的關係 只敢講一分 這件事情在台灣 台灣的優勢在東南非常明顯 而且我覺得就算是 只是去做台商的 如果是代工廠 比如說我們Joy Adventure 泰軍堡 在泰國 菲律賓 南北都有廠 我覺得依然是去做 都在比台灣的機會好 這是我個人的認為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大家有想要找 東南亞regional的工作 Lincoln 非常重要 比較senior的工作 第二個 Hacking Nation 其實他們有 工作的欄位 但是他們都比較多是找 工程師 電子商務 インターネット人才 但是大部分工程師 接下來JawsDB JawsDB 其實是一件香港公司 但是在泰國的公司 可以採 然後也越來越多的 電子商務或者是 インターネット產業相關的 工資卻 重點來 Entry Label 在泰國 Entry Label 做 今年的工作經驗 曼谷 一萬三 泰國 到一萬六泰國的薪水 一萬一千五十泰國 一萬一千五十泰國 大學畢業第一 但是他們可能每一年 明年就變成一萬一千 後年變成一萬五千 再過一年變成一萬八 然後每一年就 十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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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 這間公司是泰國 第五大海 第二大的電信商業 是之前那個 偶旺這邊的時候 那個Casic 是嗎 就是CP的產業 Casic AI 它是最大電信商 旗下也有幾個 垂直的電子商務 的 平台 比如說他們要找一個 Logistic Head Ela 就是Pay Business 要求的是 at least 5 相關的工作經驗 你在台灣 直圈裡 不會看到有人 開至少五年的工作經驗 讓你看 你的 Business 但是在泰國 是有什麼 再來 Data Analysis Big Data 也是要求三到五年的工作經驗 因為在網上開 在泰國 基本上就找 泰道 泰國 本地 都會有這些工作經驗 因為一二年到現在 開什麼根本 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開一個八年到十年 那一定都是外國人來的 不會 泰國人 五年到十年 有些 空間 Tree 上面 Data Business Ena 的7萬 7萬到8萬是泰國 的月經 sini 的Associate 是月經大概43000到4萬 4萬 Agoda 剛剛提提提 250萬 我要記憶 Software Engineer 一個月大概 46000 塊錢 Senior 75000 塊 經歷 15萬 一個月 這個我肯定給大家有報紙 這個可以查很多 這個大家可以上去查 那我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想要告訴大家 如果對東南亞電子商務的情緒 不一定真的要去創業 因為真的不是創業 創業不是大家都可以 走的一條路 但是歧視整個東南亞的機會是很多的 Even 北邊 其實新加坡 泰國 的機會都很多 不一定一定要去創 在泰國銀銀店上 人口 7000萬人 曼谷有 900萬個輸入 Internet user 大概是 3800萬 這個比例應該很高 因為這是 17 年底部的資料 Mobile Internet user 大概不到一半 這個應該很直接在提高 這是一個 Background 這張圖 是 E-commerce IQ 這一個科技媒體 大家可以去看 東南亞主要 Lanzada在的六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他們都有出這個 Ecosystem Country Download 解析度很高 光在泰國 就有這麼多的電子商務 所以我們從來念這 Honeless Beef Pamello Happy Fresh Panda 在泰國都有 然後 連 Marketing 的分種 的工具 也都是有非常多 那 Payment 不用說 這邊的 Payment 他們做的生意 他們想像都是 就是我要怎麼樣在 東西這幾個區域成功 所以比如說 2C主機 PaySpy Chumani是泰國的 PayPal Homcy 這幾個東西 應該他們在 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都是有名據 的一間跨國 支付的公司 那 大家想要知道 詳情可以 回去看這幾個國家 這是泰國的 那 有一個 蠻重要的一間公司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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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以泰國為主的 E-Commerce Enable 最成功的案例 是 承送 整個集團的 東奈牙電子商務 特略是 讓E-Commerce 去規劃 Lorio 也是讓 E-Commerce 公司 去做 整個 東奈牙電子商務 的策略規劃 那 他們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除了沒有自己的平台 在賣東西以外 所有跟電子商務相關的 奧棒客服 銀棒客 warehouse fulfillment fulfillment delivery 或者是 digital marketing physical marketing 電 marketing 他們全部都有 那就是 百部一樣的 case 售錢 他們上格林 上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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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持了一筆六千多萬美金的融資 他們拿到他們最新的融資 同時營運六個東奈牙 就是拿著阿里牌的東奈牙 在泰國做好處理 我們剛在下面討論的很多 效率 在泰國 在泰國 效率 那個在 差一點點 他剛剛說 我們去見 有兩個東西 20個客人 店有40個 我們那時候 泰國失業率很低 好像不到2%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辦公室 擦窗戶的是一個人 國地的是一個人 然後 洗杯子的也是一個人 所以每天就是這樣 那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假 但是 泰國有非常領先的人 但是真的是期末 所以也因此 他們整個人才市場 第一 效率不高 第二 如果是TOP 就是非常Sales Driven 他會一直拼 一直拼 不明不休的拼 那種他可能比 在台灣的我們 都更嚮往6.2億人口的市場 那這種人 他的新屬都是非常之高 我看過 我看過 我遇過最誇張的事 我找一個 Senior Marketing Specialist 我想要找三年的實體在泰國 因為我想要找Digital Marketing 我覺得有點混蛋 我找Physical Marketing Experience 他跟我開 洗碗 泰國 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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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東奈亞的 人工 比較說一是一 你叫他做A 他不會繼續去往B C D E 做到晚 所以 這跟台灣人的理解 我們就自己會聯想說 你這件事情怎麼做 做到晚 對公司對好 他們不要 他會跟你做好 那你就是 你不是叫做這個 可是你的老闆 你也不能幫我 想做 對 我是叫你做這個 那這在台灣 你會期待說 我沒有幫你 繼續往下做 把事情做完 泰國沒有做事情 所以 你當 比如說你當一個 Team的Leader 你要 想 做事情的方法就是 你把步驟 一二三四五 然後 就像剛剛那個 插波力的 插波力 你就把一二三四五 交給我個人做 最後你自己要動起來 這個就是你身為主管的價值 但是 在台灣 每一個集成員 都可以把一二三四五 做完 這是不一樣的 文化 Walk life balance 我不管是找賣家 或是找運動 我們以前聽過一些 在泰國的錢費說 你要升他薪水 有能力的 支持不可要 升他薪水 然後 我也問 可不可以 加薪水不要加 不要升 或是說 不要 我覺得我這樣子挺好的 那個 我升上去 要加班 這個在泰國 我們之前 所以這件事情 他們 always 希望 我們來 也不是 always 希望 但是 跟台灣 相調起來 這個狀況是這麼多的 這件事情 是文化上面 你必須要去尊重他 如果你要去那邊創業 你要去那邊做什麼 你永遠要尊重 Local 這個座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工作環境 這個地方是距離 50公里 Join Venture Partner 工廠 然後 距離50公里 通常開車要開兩半 然後 然後 這些群 這些人 我們一開始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半年 我曾經住在工廠 住過三個月 這個是我們Join Venture Partner 的工廠 的會議室 我一開始去 我不會想太晚 我沒有辦法找人 我會請我們的Join Venture Partner Support 誒我們需要一些業務人才 他說 好 沒問題 全力Support 就給我的20個 Operator 工廠的作業 完全不會感應我 然後 在曼谷 大家都說他很國際話 對 他在曼谷的確有國際話 只要一出曼谷 或者一出捷運沿線 他就騙得不到 這是真的 所以這一些 我們是在教他 你打電話給客人的時候 第一句話是怎麼說 這個圖 是我們的Operator 或者是我們Operator 在學 怎麼用Excel 所以我們過去的時候 是一個人一個人 站在那邊說 Key Yes Key No 然後幫他把選項選好 你第一句如果選 客人回你這一句的時候 你這邊要選一 客人回你這一句的時候 你這邊要選二 恩博友 這是我們在 泰國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然後 Ecobac 剛剛講的Operation 的部分 為什麼要放這張 新字丹 為了要印這張 新字丹 我用半個 才把一個能夠旁邊 封起來 印好我們家新字丹 的事情完成 那我成功才去兩年辦 都辦成人籠這件事 但是 我們的員工也做出 那 你不給我薪資 這樣玩的話 所以說我要做什麼 也合理 但是光這件事 我們就不辦 所以以資金 你把它造成 Warranty 跟創意這件事 在泰國 這兩件事 就是給我擔心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什麼 這是我們泰國 一個 兩年工作經驗的 Art 畫的我們泰國網站 所有的 Banner 跟我們的 的 對外行銷的素材 我們跟台灣其實有很多 我們那時候拿回來 台灣跟我們公司 Present 的時候 他說 做吧 這個人才好 但是其實這個就是泰國的 Marketing 或者是 創意相關產業 或者是創意相關職能 的 可愛的地方 其實在倫敦 大家 如果大家在做廣告業界 一定知道廣告或設計 這件事是泰國 是非常強的 那它強在哪裡 它強在你不用太文藝 看得懂那個廣告 或者是那一篇電影 主要想要訴求的 到最後放一個影片 是 我們在摸索兩年到兩年半之後 做的一個 我認為很成功的 Marketing 影片 但是它是我花的最少錢的 一千 這一支影片 是 我們花了大概不到 二十萬塊錢的泰國 我們收集到了一千支左右 一分鐘的影片 每一支的花了 你都是想要接下來的這一首歌 總共是 你們看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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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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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看到我们太厉害了吗 我不能看到我们太厉害了吗 我��得要 做什么 等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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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千支影片 都是面對 台國曼福的 幾所大學 做宣傳 我們只用了幾艘資本 就收集到一千支這樣發的影片 那他們全部都是 大一大二的學生 自己拍出來的 那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台灣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做 我不知道台灣的Marketing 但是我對於我在泰國 做了大概快要十波 的Marketing Event 我對這個Marketing Event的成交是最難的 那他其實也得到蠻大的分析 因為我們當初就是希望 所有的人來拍一個 一分鐘的影片 講PC碰式 快速、簡單、考驗 三年時間 然後就拿到很低的部分拿一千支 那幾乎足夠我們未來兩年 到三年的Marketing 的數量 那這是一些過去的經驗 然後 大家有問題 可以發文 不管是在自己壓 或是創意 或者是電視場 我的朋友一個方法 哈哈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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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